繼續開會 主席 接下來五黨籍聯盟 主席、市長、副市長還有各位 居所長、各位市民朋友 大家早安大家好 我們的總召還有上會 我們是代表五黨籍團結聯盟 來做政黨的質詢 首先真的是 謝謝我們這次的 韓市長 所帶領的所有的競選團隊 完成了高雄市的 二十年來第一次的政黨輪替 那政黨輪替 我想民主社會 不是哪一個黨不好哪一個黨好 我不是我少人 你做得好當然繼續做 做不好當然換人做 當然也不是做不好換另外一個 沒準備好的來做 那但是至少讓高雄有一個 新的機會 我想這是一個市民 這是很多人很高興的事情 但是像剛才市長在說的 不成立調查小組 不是說 不對的當然 違法的當然是 人也知道人們 檢基當然依法處理就好 但不會刻意去處理 所謂的一直在翻人家老丈 那這是一個精神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佩服 所以說我們希望高雄市民 不分黨派 我們一起來 嘗試各種可能 所以剛才 同仁說高雄市 不是實驗城市 不好意思 對我們的同仁 我們認為 城市是一個容許實驗的城市 容許創新 那創新容許實驗 實驗就容許部分的失敗 所以有什麼創新 做你講做你做 市民也好 市政府也好 市議會也好 我們都有把什麼想像都提出來 但是這些想像必須要有幾個機制 第一個要公民參與 公民參與 現在很有經驗的 很多爭議性的或創新的 都應該透過我們的所謂的公民機制審議 結合學者專家 把很多的想像 然後落實可能 我希望這是我們高雄市 不管新的這四年 有更多的公民參與 這次也請市長能夠多以支持 這樣 很多實驗創新的辦法 才有可能 被拿出來 拿出來不是說 黑白衝 當然是他有一個機制 這是第一個 那在競選過程當中 其實市長說很多話 那也很多人有同意的 很多不同意的 但我只記得你講一句話 說我如果做不好我會抱歉 我覺得這是來自人最內心底層 一個負責任 對自己最大的一個負責任 不是說對誰負責任 我覺得對自己負責任 這是最重要的一句話 所以我會從一個各種方式 容許各種的可能 那這是因為市長的這一句話 看到你內心的世界 跟外界的一個互動 那今天我要跟大家提的 跟市長跟市府團隊 就是提到今天有很多 我們的大社朋友 雖然他不是我們的選區 但是都是高雄市 空屋都是自己的 產業也都是整個高雄市的 不是只是大社 那這個問題是高雄這幾年來 都被中央跟地方 晾在一邊 根本不當一回事的一個地方 但他卻是一個高雄未來發展 很重要的一個指標 可不可以發 接下來 第一個我們希望未來的整個經濟發展 最重要的就是 經濟發展跟環境永續 跟社會正義都要同時兼顧 第一個 不然現在說一百經 我拜託要來高雄市 來拜訪 大家不用太高興 如果新林高雄是說 我要開放石化業 全世界一百經前十大總裁 三天內馬上要來市政府報到 所以說產業要看什麼產業 那各種產業我們都歡迎 但是有幾個 第一個 你的空屋 你的CO2排放量 你的水電消耗跟土地利用 第三個 是不是附加價值很高 第四個 更重要的一件事情 你到底給我代曉多少就業 不是低薪的 就業這個是很重要 市長拜託 除了千里 這第四件 為什麼 很多企業現在都是自動化 你說自動化不好 AI不好 當然也要 但是不要全部來一個 黑暗工廠 黑暗工廠不好 關燈工廠不好 就是沒有代表沒有就業 都機器人 當然產業的發展也需要有自動化 但是有哪些產業可以帶給我們就地 就業 不是低薪的 這個是在我們招商非常重要的一個指標 市長除了這四大項以外 當然對我們地方的稅收 當然地方稅收 有時候跟中央再重新協調的 但哪些可以帶來地方稅收的 這個都是我們這五大指標 做一個招商 不然我們很高興 來一百間來兩百間 結果都世界兩位幫忙一堆 那就是不用了 沒有 有好坑要來 賣的坑都沒有進去 叫他水人 忙來高雲這麼招責人 不是好人 快要拜 我們歡迎任何人 任何產業 對自己的企業 對高雄市有幫忙 對我們的就業 對環境有幫忙的 舉手歡迎 全體不分黨派歡迎 但是也說 你有一次要拜 現在韓市長要發大財 我來幫你搭發財很厲害 沒問題 這個要分清楚 第二個 高雄的整個降邊 跟市長報告兩件事情 人大工業區在25年前 就隨著105年 那時候就是五輕停產 這邊就要降邊 他105停產 這107降邊 因為人大工業區 都是中下游 上游是南下游 中游五輕廠 他既然都關了 所以說兩年後 這裡要必須簽廠 簽廠 簽廠 然後既有的土地 降邊為宜種 但是這20年來 中央不管誰執政 地方不管誰執政 都沒有動這幾回書 五輕會簽廠 是當初 那時候知道 蕭萬長 那時候跟馬英九 來拜託議長 跟黃思龍議員 說請他支持他 他們會承諾這個降邊 當選的第一個禮拜 蕭萬長 就來議長那邊報告 說他一定會公告 做搞 所以才會 男子才會依法 依承諾 才會降邊 才整個停產 這是整個承諾 但是人大 因為還有兩年的時間 我這兩年過 沒有人動這幾回書 沒有這件事 所以也沒有簽廠 也沒有降邊 有現在在做 早就應該要做了 有人說要拚經濟 是不是 讓工廠可以繼續存在 不是 我說不用擔心 大家大公司都很聰明 沒有那個就說自己拚的 沒有那個就說自己拚的 永續經營 有的該去大陸的 該去東南亞的 該到台灣其他縣市的 他佈局早就不好了 他早就要準備關注 多少 反正折舊都折舊完了 能夠做多少算多少 所以說第一個 請市長能夠幫忙 這幫高雄市民 也是高雄經濟 但是跟中央講 你該簽廠 你要簽廠 要政府來協助怎麼協助 這是第一件事 要降為遺種的 要趕快去做 那自己說 我既有的廠商 我要併做更好的 併遺種更乾淨 又能夠低碳丟 那可以 跟市政府 跟市民 跟我們大社居民 重新協商 可以談 但是要跟人家談 承諾是要簽廠 這是一定要做到 降為遺種 假裝沒降為遺種 從臨遠到大社這邊的 地下管線 還是會存在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這大家都很期盼 市長能夠跟大家 做一個答覆 跟承諾 說明 這是大家 因判 大家也要拚經濟 也是要拚環境 也要拚社會正義 這是一個 這件案子 這個指標 可以宣示 這件事 市長的態度跟做法 對空污 對產業發展 對社會正義 跟我們地方的就業 中間的平衡點 這個如果做得好 其他要來高用的 它是一個很重要的指標 所以我會請第一 今天第一天 市長到這邊來 我們一起來討論這個問題 這個是他的意義在這裡 我想在工業管線風險評估 這些理事長都很清楚 我相信都在座我們很多局處所長 也都很了解 這個空污區污染成本 都是在我們當地 外部成本都由我們市民來承擔 請市長可以正在這個事情 跟市民答應 跟說明 也可以跟我們大社所有居民 跟全體高雄市民 能夠對這件事情 能夠請你回答 謝謝 來 市長等我來 好 謝謝主席 謝謝吳議員 還有我們 武黨黨團的各位議員 女士先生 針對吳議員所提的 公民參與這一部分 我們的的確確非常重視 輕軌 惡旗 暫停 就是希望有公民參與 到底今晚反彈到什麼情況 為什麼當地經過輕軌路線的民眾 反彈這麼嚴重 所以 你好一點 講的這個是最重要公民參與 在多元社會 這個政治 這個社會化的今天 非常感謝吳議員提出來 第二個 你說政見 我們在選舉過程有提出來 你很多人有反對 有贊成 你也說你容許可以實驗的程式 這種想法我們是一樣的 我們很怕一個城市的發展 像一灘死水 大家都不會叮噹 事實上我們過去 你也知道 從去年晚上九點以後 我們看不到高雄有車輛 看不到有人流 這麼大的一個院瑕市 我們感覺到怎麼會這個樣子 那這一段時間 人流 車流開始加大 所以我們提了很多意見 我們 吳議員你說這個 容許實驗 我不怕做錯 我怕什麼 我怕大家都不做 不做不錯 做事情 怕被批判 大家都不在叮噹 事實上 我們帶不出來很好的效率 所以這一點也跟吳議員想法是一樣 第三 吳議員低薪的問題 現在高雄市民很大的痛苦 薪水太低 所以 還有一個環保 我特別跟吳議員報告一下 所有來高雄投資 我們這個政府是最友善的 你看最近我一直不停的拜訪 這些大企業家 就是一個訊號 歡迎來高雄 我們高雄市政府是你的好朋友 是最友善的 可是有兩點 拜託 第一 不要污染我的環境 高雄受不了 第二 請你照顧我的勞工 就是低薪的問題 盡可能把薪水提高一點 所以這一點跟吳議員想法也是一樣 第四 大社現在鄉親都來 我想知道大社鄉親很多年 都為了污染的問題 謝謝 那我跟大家報告 我們希望能夠在環境保護 產業發展 能夠堅固 例如說高價值低污染 是我們最大的一個目標 但針對這個大社的這個工業區降邊的問題 我也跟各位大社鄉親一併保證 我們做一個專案研究 盡速盡快 我們跟大家做一個誠實的報告 因為我剛上來 才做市長20天 很多狀況沒有辦法這麼細膩的了解 真的大社大社這名大社工業區這邊 我一定會做一個專案研究 交代所有的局促 把它列為重大要處理的一個事情 這樣好不好 謝謝 對 因為你這個降編之後 我想 這還要跟經濟部這邊去協調 我們市政府會有一個很誠懇的態度 立刻就這件事情做一個專案 該跟經濟部協調 我們會去協調好不好 好 經濟部協調跟所謂市民協調是一同等的喔 因為它是承諾要跟撤現場的喔 你如果沒有 我不是說契約不能改 契約要改 要向後都同意 也要市民同意 市民如果不同意 當然要簽場 要一約 如果你說要不簽場 你有什麼條件 所謂條件不是說 在回饋鄉民 人家沒有在說這個 不是到古代時代 說有回饋經常 人家沒有在說這個 現在是在說環境 社會正義 就業才是焦點 所以說如果你不簽場 你要跟市民談 市民同意 那我們也沒意見 那如果市民不同意 就一約 就是這樣而已 謝謝市長 非常感謝議員 我們一定會交代相關舉出 以及跟經濟部協調 把大社工業區這個問題 當一個重點工作 好不好 謝謝各位大社鄉親 謝謝